哈喽大家好 看我们今天呢这边的雪呢 已经开始在融化了 已经堆了四五天了 我今天才开始化干 地上面呢全是水 今天可能天气比较暖和一点了 它就化了 我们又化完了 哎呦前几天 都是白色的一片 今天的化 化的差不多了 那上面的话还有干 哇 房子上面的话还有雪 哇你看下面这些都是冰的 看结冰了的 看这个牛旁边堆了一大堆的萝卜 这人不吃可能是坏掉了吧 哦它够不着 好像是它够不着 看 哎呦 猫 看下它怕不怕我 哎呦怕我 老公的话 老公的话他又去雪崖村山脚下上班了 今天中午的话我哥哥打电话给我说 叫他上去 下去上班 嗯也快过春节了嘛 可能上不了几天了 反正能上一天是一天吧 所以呢他今天中午的时候呢 就去上班了 哎我们一个人在这公路上走走 每个人待在家里面也挺无聊的 看我们呢现在在烤火 吃这个腊肉 这个防风的门 因为冬天的话太冷了 所以呢 用这个木板盖住那个缝隙 这样子就坐在健康里面烤火 也不冷了 现在我呢 钻到我姐家来了 哎太冷了也干不了什么 所以就来他们家玩了 等下晚上再回去 他下班了 然后直接到上面 然后来接我们两个 啊 啊 啊 现在呢准备烧不辣肉吃干 已经下午四五点了 烧的是猪头肉 现在呢开始喂猪了 看这一个小猪 咱们还挺好的 我大姐呢 现在准备去喂牛了 这上面呢 还有两只小猪 这上面 你看 两个把他们睡的地方 在这边有一个 都在这边 这些是喂牛了 去喂牛了 去喂牛了 猪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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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猪 大家好 世上小小小 你好 你吃下去 大姐家養了 三十隻猪 小牛還比較挑食 不肯吃看 她媽媽的話吃的很香 因為這個是用熱水 這個冬天太冷了 這幾天的話今天好一點了